其中有个机灵的 快马加鞭赶去北镇福斯 得知路易在原家 又着急忙慌跑去通知 这一来二去自然是耽搁了 路易到时 原惊吓就被放在大厅的椅子上 许昌早已不知跑哪去了 他身边围着的 都是平日受他照顾的一些同僚 惊吓 路易快不上前 众人健壮 急忙让位 许昌姗姗来迟 身后还跟这位老者提着药箱 见到这位火眼望 生怕他因一时之愤砍了自己 路大人 小人方才 许昌急忙解释 心里直打鼓 滚开 路易一脚将他踹倒 就连身后的大夫都未曾幸免被一带而过 踉呛几步 惊吓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意识到怀中之人已睁开双眼 但看到他苍白的面旁 路易的心被拎得悬到半空 袁金夏本是逢场作戏 没想到居然会有人去找路易 这时他被抱着 不好意思明说 他怕自己说出真相 路易会生气 算了算了 兵来降荡 水来土眼吧 灵灵从袁金夏的眼神中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只说他受到了惊吓 阴绝不过是正常现象 缓一缓便好了 路易眼神中多了些不明的意味 他又不是眼瞎 如何瞧见二人眉来眼去 只是想着他如此担心 他一句话都不解释 有些过了 日后一定要好好调教一番 让他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 不过许昌这个小人 必须要好好敲打一番 他之前以为强龙不压地投舌 只是凭借着那一分云微低投舌 也不会去招惹强龙 没想到这个许昌是个不识趣的 三分两次惹到袁金夏 就为了之前替儿子求取不成这种小事 也没完没了地为难他 是个人也做不出来 路易在袁家吃晚饭 袁大娘说他府上只有一人 回去吃饭难免冷情 在他家里 一大家子人 热闹些 别看路易对旁人横眉冷树 但在袁大娘面前 什么都愿意听 温声细语地 让袁大娘心都软化了 晚饭过后 林怡和盖叔说上夕刚刚生产 怕他忙不过来 两个人去看望他与孩子 袁大娘在家中操持家务 说让袁金夏陪着路易走一走 消消时 接到两旁 有树抽出嫩哑 冰雪消融 两侧小摊上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大人明知我今日是装的 为何还愿意陪我演这出戏 袁金夏歪头看着路易 想要从他脸上找到答案 刚开始确实被吓了一跳 到了医馆才知你是装的 不过当时看你面色惨白 便让林大夫帮你看看 路易早些时候是有些生气 不过线下他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只要袁金夏无事就好 大人 你为什么想要娶我呀 我家是普通 如今还是醉沉之后 自己也没什么本事 打小便是街中一霸 寻常人家都怕娶到我这样的汉妇 你究竟喜欢我什么呀 袁金夏说这些的时候 拉着路易的手微微发汗 他有些不确定 路易家是好 品貌兼幼 功夫也不错 如今更是任职四品 他年纪轻轻 便身居高位 想要什么样的女孩子找不到 为什么偏偏是袁金夏 路易搞不懂袁金夏 怎么突然就将话题 扯到这个事情上面了 既然他想知道 告诉他也无妨 那你为何想要嫁给我 我对外人冷言冷语 做人做事不讲情面 心狠手辣 你又看上我什么了 路易也细细数着自己的缺点 想要听听袁金夏的意思 大人 我认真的 你哪有自己说得这么不堪 你明明就是面冷心热 做事松弛有度 哪里心狠手辣了 袁金夏听不得旁人这番评价路易 哪怕是他自己都不行 因为他知道他有多好 我哪里有不认真 你心思灵巧 主义甚多 又讨人喜欢 我又为何瞧不上你 路易全然忘了 三年前他可真瞧不上袁金夏 动不动便是挖苦嘲讽 还说他是闯祸精 大人 我这几日可能会回来得晚一些 你一个人操持着咱们成亲的事 着实太难了 我原本也想告假 可是天不随人愿 就只能一些劳烦大人了 日后我定会好好弥补 袁金夏一想到 今日许昌说的那个案子他便发愁 他今日陶桥躲了过去 可躲得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明日恐怕又要因为这件事 闹得鸡飞狗跳了 而且他听说这桩案子非同小可 六扇门的同脑几人都拿不下来 对人是需要他出手的时候了 身为宫门中人 正好因私废宫 当然他也知道 路易是百忙中抽出时间 一步一步走完这些逢门入节 他觉得甚是对不起他 袁补快为国为民旨的鼓励 至于这些成亲的流程 本就不需待嫁女子操持 你先忙你的 只等大婚当日 我去娶你便好 洛逸一只手搭在袁金夏腰间 另一只拉着他执着不安的双手 给他安抚 大人 你真好 袁金夏有感而发 这般真挚的感情 路易一时之间 不知该如何回应 既然知道了我的好处 袁补快也一门心思想要补偿 不如拿出些诚意来 路易打折随棍上 双眼上下扫视着他 倒让袁金夏有些不好意思了 今想 媒婆说成亲的日子 最好定在双月双日 更何况婚嫁一世 本不该如此仓促 要准备的东西还有很多 若是拖到四月份 又唯恐夜长梦多 所以 我想这三月三上四节 是个不错的日子 你认为如何 路易还说自己猜不透 袁金夏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 他还不是一样 刚才还说着让他好好报答他 转瞬又说到嫁娶之事了 大人是在问我的意见 我原本想说 这种事情大人做主便好了 可一想到成亲 也不光是大人一个人的事 我也应该要出些主意的 可我觉得大人的想法很好 毕竟三月三也是男女交际的好时节 正好到了那日 咱们也可以一起祭祀高美 祈求婚姻美满 子女昌盛 家庭和谐